你估计是谁告的名 不知道 木子洪身边有几个军官 一直很派出我 怀疑我的身份 但他们是木子洪出生入死的弟兄 背着木子洪告密 还不至于 这个告密者我们会继续追查 我已经通知了 潜伏在部队里的其他通知 今晚一个就撤离阳台 木子洪这个阵地 我经营了很长时间 发展得很好 就这么撤了 没问题 其他人撤了 我留下了 就这么定了 我现在就回去 时间长的反倒过 等着 长人杰同志 如果你一定要坚持留下来 千万注意安全 心灵为了掩护我 对不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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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定了 我现在就回去 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子 组织上要先办法拥救他 放心吧 我马上安排 长人杰是不是共产党 等他回来再说 可即便他是共产党 那地方上 也不能到部队上来抓人呢 谁把这事捅出去的 老子最恨的就是 内奸 是你吗 你 还是你啊 说话啊 说话啊 坐 坐 内奸 老子最狠的就是内奸 这些年了 你能跟着我 让你们受委屈了吗 大米饭吃饱了 去拯救了是吧 老子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当面也好 背后也好 把这件事情跟老子说清楚 那我就当没发生过 老子说清楚 如果不说 被我查出来 那我沐老黑 杀他的专家 报告 那我说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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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长刚才在会场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没讲清楚吗 军长刚才在会场指了所有人 还打掉了李昌龙的帽子 唯独没有指我 千居想问 军长是不是在怀疑我 千居同晓 就跟着军长 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 是军长一步一步把我同一个小兵 培养到今天 千居不胜感激 但是我前两天确实跟军长说过 常人节是共党 他现在出事了 千居无法在军长面前自证清白 哪怕只有一死 来表明心智了 千居 我们一起出生入死 说句话 是不是你告的密 是 还是不是 只要你说 大哥就信你 不是我 千居自小孤苦伶仃兄弟一人 在我心中 军长如父如兄 可我没想到 军长现在怀疑我 我还不如一死两知了 千居 我们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那千居你还救了子龙 你是我们家的恩人 我怎么可能怀疑你 以后这样伤感情的话 不要说 把枪收起来 收起来 在这儿 刚才军长在会上的话说得有道理 我们的队伍上确实有人告密 要不然警察也不会抓得那么准 但是军长 请容千居 再说一句扫兴的话 说 这次事情的发生 对咱们来说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说了天天 军长您重情重义 明知道他常人节 在我们队伍里是个祸害 是危险 可您碍于 丘司令对您的嘱托 不好意思地赶他走 那这次王七年 正好帮咱们把他赶走了 等于帮咱们拔掉了一个定时炸弹 这次的常人节之所以能逃脱 那是咱们家子龙救了他 我们也算对得起他了 军长 从今往后这个常人节 咱们不要再见了 报告军长 常人节归队 进来 军长 常人节向您当面请罪 请 罪 常人节 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祸 我的弟弟现在在医院里躺着生死尾部 你知道吗 你还敢回来 你是不是想我现在拿绳子把你绑起来 交到地方上去 参谋长不必费心 如何发落 我听由军长处置 军长 好了 先出去吧 军长 军长 我的话没有听见吗 出点 是 我这儿 你还敢回来 我看这样 就当我没见过你 你赶紧走 从此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好 军长 人节问心无愧 何必迁逃 再说子龙因我受伤 生死未卤 我怎能一走了之 军长如果想触罚我 就把我绑起来 交给地方 人节 绝无怨言 你不怕死吗 既然赶回来 就不怕 既然你这么讲义气 我也不能对不起你 留下吧 不过 关于你那些主意 以后就不要再讲了 免得南京政府 抓到我的把柄 还有 参部长 他们这些人呢 不太喜欢你 不过 也不能怪他们 他们也是为了 这个队伍好 郡长放心 麻烦因我而起 我不计较 那就好 先去歇着吧 郡长 子龙怎么样了 我想去看看他 郡长 知道你 是共产党 不用在我门前窗了 你只要在我们队伍里 一天我们队伍就不会有好事发生 我告诉你 我周文昭跟共产党不共戴天 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都在寻求救国之路 道不同可以不相为谋 但道不同便要铲除一击 便不是君子所为 我周文昭本来就不是什么决策 你别一边在这儿我就不敢杀你 文昭 文昭 别人来 先放他走 放他走 滚 吴司令 我没人见你啊 要不是有话跟你说 我早自杀了我 吴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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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同狗 我正在交匪 他勾结共挡 从背后给我来领附计 我的军队被击溃了 我姑姑经营了十年的队伍 就这样没了 都没了 倒不足为戏 可是 吴司令 他 他竟然把我的队伍 送给了共产党 你们两支队伍交火的事情 吴院长已经知道了 正在为此事发火了 现在中央已经统一了全国 就是你们这些地方的势力 成天是你打我我打你 自我消耗 可这事跟共产党扯得上关系吗 吴司令 当然有关系了 他的队伍里面 前面不知道多少共产党 那些南方的共党 都不好到那儿去了 吴司令 他甚至对外宣称 他对中央 教育政策极为不满 共党到他那儿去 他是有多少有多少啊 刘大头 你少在我这儿哭哭啼啼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吴司令 我将面见吴院长 当面向他汇报 请吴司令证券 刘大头 你算个什么东西 吴院长也是你说见就能见了吗 吴姬以此书 与爹爹用别意 吴作此书是 尚未始终一人 吴认证刘大头 你爹爹看此书是 故意成为印尖异孔 无措此书 累住和比莫齐下 不能经受 耳于戈壁 不离它 爹是读过雨气书的 看头不要紧 只要煮一针 杀了我新娘 还有后来源 不行 真是太有用了 欣小姐 欣小姐 你说打您进来以后 就每天趴在这儿写遗书 明明知道自己死不了 这写哪盘子遗书啊 我死不死得了 你说了算了 我练练不行了 行 行 回家练去吧 走吧 我爹来了 不是你爹来 难道是我爹来啊 都不挺夸的 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有钱人 吃饱了撑着 没事闹什么革命呢 咱谁吃饱了撑吧 你说你没人干抓我干嘛 何必呢 爹 爹 宁儿 爹 好好好 爹的宝贝闺女啊 好了好了 咱们回家了 不回不回 再不回 我嘴之干什么 赶快回家吧 好好爹跟你说点话 爹 我想您啊 爹更想你啊 快点快点 爹 爹 您看过语气数吗 爹 什么语气数 什么重要啊 丫头 在里边受了不少恐怕 没有 他们都知道我是谁 他们不敢欺负我 你呀 从今往后听点话 别瞎折腾了 这次爹老命差点大里边 你再不出来你这 姐哥哥他就赶过来看见来了 真是 爹 我反省了 我真的在里面反省了 我跟您保证 我以后少惹您生气 我好好孝敬您 保证 保证 说算数了啊 算数了 回家赶快洗一个热水澡啊 好好养一身子 那晚我让吴妈给你做好吃的 停车 你要干什么 我学校有点事 我先去忙了 我回头再孝敬您啊 不是你们刚保证吗 这孩子 早点回来啊 王老师家里有事 准备回老家了 那他说他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这我就不清楚 我还有课 您先忙 同学们 上个楼 跟我回去 回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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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走 跟我走 王老师是不是出事了 你放心 王老师已经安全抓移了 但我们在烟台的联络点 被敌人破坏 那怎么办呀 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有没有什么 我还能帮得上忙的 欣宁 你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了 现在情况特殊 你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 不要再像你姐那样 忙忙事事地 主动联系我 这 这个我知道 您放心 我不会再像上次那样 去找您了 欣宁 谢谢你就好 常先生 那我现在 算不算是组织上的人 一千儿 好 我说 行 有儿 然后我来 他就知道 你会当时 有儿吧 你会当时 有不存在吗 你会当时 马产党长 你怎么在这儿啊 有个朋友想见你 想见我 没空 离我远点 马产党长 多个朋友 多条路 去见见也无妨嘛 什么人想见我 我问你呢 姓孙的你他娘在抓我是不是 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我问你人呢 怎么这么大火气啊 马产党长 怎么是你 你不是走了吗 脚长在自己腿上 能走就能回 坐 坐 别客气 你腾脚子怎么回事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我说王市长怎么对我们 队伍里的事情了如指掌 原来内C在这儿呢 那是当然 他慕子红也不想想 那一营的兄弟 都是我亲手带出来的 他现在的手下 全都是我的眼线 此刻他就算在那边放个屁 我们这儿也一清二楚 什么屁不屁啊 多难听啊 马产党长 我有必要 告诉你一下 他现在啊 是师长了 师长 谁任命他当的师长 当然是中央任命的 他有队伍吗 有啊 现在 在慕子红手里 但很快 就易烛了 你什么意思啊 慕子红通共 南京政府 已经有确凿证据 你想啊 如果没有南京方面的支持 我敢到你们军营里边去抓人吗 中央 绝不会允许任何一支队伍 投向共打 中央一定有了解决方案 当然 中央也了解 所以 马参谋长 对中央的忠诚 他到时候 欲试俱分 所以才派我 私下里找马参谋长 聊聊 师父 中央有什么解决方案啊 如何解决 中央肯定有了方案 但是 不是你我这个级别的人 能知道的 我现在只想知道一点 对 马参谋长 你想如何选择 你是想让我背叛我们军长 不是谁让你 是你自己选择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 什么人 一个马上就要跟着木子红一起倒霉的人 马参谋长 虽然我刚来不久 但是对木子红的部队 还是有所了解 你一路跟着木子红干到了现在 是他的老功臣 他也答应你 将来会把队伍交给你 但是 这两年情况有所变化 常人节 在木子红的心里 越来越重要 现在的情况是 就算中央不动木子红 那木子红的队伍 将来会交给谁 是你 还是常人节 我想你心里应该有数吧 马参谋长 我知道你是苦出身 一路提着脑袋 才干到了今天 别人当官是为了吃香的喝辣的 而马参谋长一向很自律 不喝酒 不尽女色 当然 我知道你有六个孩子 还有一个太太 七张嘴要养 但是这么多年 这么苦着自己 到底为了什么 不就是想得到他木子红的赏识吗 可现在 他要把队伍交给常人节 那你这么多年吃得苦 还有意义吗 我听说 你今天开了戒 喝了酒 心里肯定是不痛快 今天 不如咱们俩 一起喝两杯吧 对不起 我初来放风的时间到了 我得马上归队了 中央还等着你的回话呢 王市长 王市长 我跟着我们军长 快二十年 名为上下级 实为生死兄弟 你让我背叛他 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比谁都了解我们军长 他把这块地盘 和这支队伍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一旦发现 共党想控制这支队伍 他绝对不会做事不管的 也许会有那么一天 但是你 肯定看不到 你到底什么意思 现在 无非两种可能 一 中央解决了木子红 你会倒霉 二 共产党 掌控了这支队伍 你同样倒霉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等等 先不要留了 军长 迁局 我也算是用心良苦 我最后 在说一句话 爸 只要你配合中央 这支队伍 将来就是你的 孙市长 送送马参谋长 是 不必了 我去 大哥 走吧 那长人街一回来 就办什么士兵学校 军长还挺支持他 说今天第一天开学 他在医院守着 让咱俩去碰碰场 不去 他还不如用共党那一套 给咱们士兵洗脑 文章 这个长人街 在咱们队伍里 大张其鼓地宣传共产主义 没准外面操得有耳门 也许南京都知道了 要不然这个王庆年 也不敢直接到咱们地盘上来抓他呀 现在军长还这么支持他 你说这个事啊 咱军长这事办得的确糊涂 这事咱俩必须得保密 这事咱俩必须得保密 这虽然王庆年不在了 但外面的耳目我估计不会少 那万一让他们知道了 肯定对军长不利 肯定不能说呀 反正我不会说 你不说你不说 那咱俩去不去啊 去 军长说什么是什么 走 我兄弟怎么样了 不好说 目前仍然很不稳定 有没有希望 我 军长 你不要过于着急 我看情况已经比前两天好多了 而且清醒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邓主管 你在这儿是我的子龙 我回趟老家 把他娘接过来 好 军长啊 这个常人家他是共产党 咱们不能把他再留到队伍里了 您带出这支队伍不容易 大家跟你干这么些年也不容易 军长 这件事情 你跟我说过多少篇了 有完没完了 开门 你快点去 你去看你 你去那儿 我们先去走 你们去走 我妈妈的 你们去带你 住客 你快想到了 今天接到南京来电 要军长去南京参加军事会议 说是商讨抗日大计 可我总是觉得不大对 以前南京从来没有直接来电通知过 有事总是通过韩副局的变成 怎么说 通过在其他队伍里的通知了解了一下 有的也接到了去南京开会的通知 部队 部队 这一定是有问题 前段时间 王岐年赶到部队里来抓我 很明显是背后有人 穆泽红驱逐了身为烟台市市长的王岐年 这相当于给了南京政府一耳光吗 人下 东北的局势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可在这个时候 一向不抗日的蒋介石 却召开抗日的会议 这位坏人一定另有用意 组织上什么意思 组织上的意思 你可以出面 劝阻穆斯福不要附会 他在关键的时候 保护了我们很多投资 他现在有危险了 我们不能授受方官 要尽朋友之责呀 明白 子虹 子虹 子虹志回来了 二叔好 你可回来了 多年不见一千克好啊 好 好 好 托您的福全村平安 这几年啊 想令闹土匪 到处都是抗两队 杀人放火的 就咱们村 没人该骚扰 这不都是 以为以为您吗 看您说的 我二姨呢 俺这位嗓子呀 真是市场难找 哪回听说你一回来 才可以搬到这边来住 平常 就和于放 住在你家老宅 这搬来搬去的 也不嫌麻烦 二叔 那您先忙 我去看看我阿姨 好 你去 你去 好 好 走 来 于复 嗯 你吃 嗯 您吃 你年轻 还要干活 我吃素了 这大鱼大肉的 我早都不吃了 其实大少爷烧回来的那些钱 咱根本就花不完 哪还用得着种那几亩地呀 就是奶奶您嫌不住 庄家人 不种地那还叫庄家人哪 那大少爷在外边挣钱也不容易 你 好 让人啊 嗯 哎呀 你去看看 哎呀 你去看看 哎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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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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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噔 阿姨 这天请安了 四虎呢 你看 多大岁数了还想个孩子 怎么着你吃饭了吗 没吃呢 赶快盛饭去 让阿姨看看 不想死阿姨了你看 好好好 您先听还好吧 好 好 大哥 二姨啊 您成天就吃这个啊 挺好的 好什么好 那大宅子给您建了您不住 那钱是托人给您送回来了 您也不花 您跟我娘那是亲姐妹 我娘死得早 我把您就当亲娘一样看的 您成天的吃这个 那相亲们听着了 那不笑话我 你 笑话啥呀 你又知道怕笑话 你就多回来看我几趟 阿姨啥都不要 不要 阿姨啊 现在 在我手上三万多人等着吃饭呢 所以 三万多人 啊 了不起啊 整个烟台地区 我就是王 你还是王 你还了不起 你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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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蓬啊 你跟子蓬 你们哥儿俩在外头啊 把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过活 你知道 有多担心啊 多担心 我现在该吃素了 我是为你们哥儿俩求平安的 对不住阿姨 让您担心了 子蓬对不住你 好 起来吧 你这儿哪像王啊 你吃饭吧 好了 还要不哭啊 还要不哭 来 干吗 鱼 好 您放上 我自己拿 好 子蓬咋样 他咋没跟你一块儿回来啊 子蓬啊 那个 阿姨 子蓬他 咋的了 就因为这个 子蓬就挨了一枪 那他这伤 是因为救了一个人 那这一枪也算是没白挨 他伤得重吗 不重 如果重的话 我还敢跟您说吗 这次把您请过去啊 就是好好陪陪他 好 还有一件事得跟您说 啥事啊 本来想在子龙流洋之前啊 把他婚事给办了 可是没办成 那啥呀 是 是那新家他不同意 不是那新家不同意 是他 没看上人家 他 他喜欢上了一个唱戏的 啥 啥 唱戏的 不 我 我把他交给你管教啊 子蓬 你没管他呀 我管了 我管不了他呀 子龙什么脾气您还不知道吗 所以我请您去啊 叫车说说他 走走走 这孩子你说他 他 我应该不是说他 我给你带我 一带他 我给你带他 他 是 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